暑假想要打工的大学生要注意了 2016年宜兰国际童案节预计今年7月3号登场 而今年是以童星以下为主题积极筹备当中 目前预计在5月份展开人力招募 园区服务有6大组 预计要招收283位短期的工作人员 而文化局欢迎活力有主动的大专生可以踊跃来参加 2016宜兰国际童案艺术节即将在7月2号到8月14号登场 活动为期44天 目前准备展开人力招募作业 招募组别分园区服务人员 园区场馆人员 眉宣工作人员 演出组工作人员 随队服务人员 宿舍服务人员6组 预计招收283位短期工作人员 今年童案艺术节我们招募共读生的部分 我们分为园区内跟宿舍组的部分 园区内有包括我们服务区 包括演出 包括媒体文宣小组 也包括场地管理等等 我们预计总共招募283位短期的工读生 也希望我们今年所有宜兰的青年学生 还有家长要注意 我们人力招募的部分 已经正式在一人县政府以及一人县政府文化局的官方网站上面 已经正式上架 报名日期从5月1号开始到10号为止 一律才网络报名 真是方式分出事及复事 出事为比试和体能测验 测验宜然使地尝试 同外相关资讯以及基础英文 通过后再进入口试第二阶段 而确定入选后主办单位在6月会举行培训课程 安排包含服务概念 活动介绍 紧急应变处理 人际沟通等课程 提升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 我们一起在这44天里面 迎接国内外的所有的旅客之外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服务态度 跟你本身这个礼节仪态各方面 都要符合我们同外节的精神 我们希望在报名出事或复事的过程当中 一样把你内心的那个精神跟热忱拿出来 在44天里面也一样 我们有最佳的同外的热忱 南洋文教基金会表示 短期工作人员薪资医劳基法规定 给予每个月208元最低工资 还有周休二日 另有全勤奖金以及奖励制度 有活力超主动 想在暑期打工赚点零用钱的大学大专生 可以来报名参加政事 一旦新闻记者黄竹汉 怎么不到